大家好 序亮继续跟大家聊 柯恩兄弟的经典电影 No Country for Old Men 老无所一 这是我对这个电影的解读的倒数第二期 也是正数的可能是第二十期 没想到讲了这么久 反正已经讲了这么久了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说刻意迎合新的观众 相信能够坚持到这地方的 都是根根的老观众了 也感谢你们陪伴我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一起其实是在进行一个发现的旅程当中 我之所以跟大家承诺这个事情 也不只是说我好像对这个事情有多么熟悉 而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其实还充满着好奇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机会 我又重新把麦卡锡的书 仔仔细细特别是部分的段落 仔细又看过之后 然后又重新看电影 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我甚至现在的这个对这个电影的印象和评价 又和刚开始这个解读系列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可贵之处 就是我比较崇向那种 我们不只是说要讲我们正在思想的事情 而且甚至说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同时也在发现自己和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满足的事情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场景 或者是两个场景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就会讲到 罗艾伦的太太 年轻的妻子 卡罗金 最后遇到 安藤许哥在家里堵着他 把他杀害的这些场景 他们进行了一些对话 那这个场景其实最大的疑问 可能不是说很多人说的 到底卡罗金有没有被杀 那肯定是被杀了 这个电影镜头语言非常清楚 无误的告诉大家 而且我觉得只要是一个正常的智力的观众 都可以马上就能得到那样的一个信息 电影座那样的一个处理 只是为了调动大家的一个情绪 也是比较高级的 但是那个不是说剧情术当中需要发现的东西 而是说我们要问的是说 为什么安藤许哥会去付出额外的努力 我们叫Action Mile 他走了多走了一里路 对吧 他已经这个事情拿到钱了 他已经办完他的工作之后 还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杀害卡罗金 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 什么东西在驱动着他 这是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一个主题 如果时间再允许的话 我们就把安藤许哥后来被车撞这个事情 也重新在 至少我谈谈我认为 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幸运认识你 我叫旭亮 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青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 探究人生的意义 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 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进到底不剪辑的随即的记性分享 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地方请你见谅 我坚持我要一进到底不剪辑的即性的分享的缘故 就是之前我说的 我这是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发现之旅 每一次你们在发现我在想说什么 我在发现自己在想说什么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上次讲到了贝尔景奖去看他的叔叔Alice 然后整场戏最后一句话停在了这样的一句上 当时Alice盯着贝尔景奖说了一句 That's vanity That's vanity 这是虚空 这个字幕不但说翻译的不够准确 也不够精炼 甚至改变了他原来的意思 基本上Alice说的就是这个世界 他不会为你去 以你为中心去serve你去服务你的 你要这么想的话 就像人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 你要知道就说 不是说好像Alice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她这个职责 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需要不断的提醒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呢 我们太多的时候所行出来的 我们所思想的 就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 别人就是得围着你转 所有的时间其他东西都应该围着你转 不围着你转 你就觉得不爽吗 你就焦虑 你就抑郁 你就充满了怨恨 充满了对上帝的怨恨 这就是虚空 那再一次就是回应了 我一直说这个电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 这是传道书里头的关键字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vanity就是虚空 这些东西都是 你要这么想的话 你就是pointless 你完完全全没有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虚空 你也抓不到 在Alice说这句话 说完之后 转场的同时 声音先捅进来 大家听到了 先听到的声音 你不知道是什么声音 这是视听语言非常重要的一种 叫J-Cut 这剪辑上声音先进来 已经给你准备一种好奇心和一种期望 那再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墓碑的特写 我们看到是叫Agnes Krasik 这是Carlo Jean的妈妈或者是外婆 如果说开墓碑来讲的话是 等于说发生故事的年代 刚好是在1980年 底下的title 对这个人一生的评价 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Bloved Mother 是一个深受他的子女喜爱的母亲 你说人的身份多么简单 有时候你在墓碑上 你觉得一生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最后其实会浓缩成几个字 去定义你 这个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This is vanity too 这个声音是一个铰链的声音 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这个声音 因为他不只是在这场戏里头提到 我相信他是为了能够连接后面骑自行车那个两个少年的声音 他给我们一种sense of urgency 就是急迫感 如果说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里头 贝尔警长在跟他的太太去述自己两个梦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的一个整个场景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声音 环境声是时钟的指针 是那个tiktok的声音 我觉得在这场戏里头和下一场戏里头 重要的连接就是这个铰链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把整个这个tiktok的速度放快了很多 死亡是能够提醒我们 就说你的 你的days are numbered 我们所有的人从生下来的时候 your days are numbered 已经是一个数字 已经是一个不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字 ok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字 你也就能活几万天而已 就像圣经像摩西写的诗 人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 弱势强壮可到80岁 然而其中所能金花的 也就是说你能吹吹嘘的这些东西 其中所能金花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如飞而去 记得这个如飞而去也是和风有关系的 也跟传道事物有关系 也跟这个电影有深刻的关系 因为这个电影真的是风是无处不在 棺材在下葬的过程 整个卡罗金的妈妈的葬礼 只有三个镜头 非常简单 墓碑特写 棺材下降 人再往下走 你的日光之下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你是要走向日光之上 还是要埋在地下 对吧 这是一个人需要做的选择 第二个镜头是卡罗金的特写 项链是一个蝴蝶 蝴蝶是随风飘荡的 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他为什么没有挂一个十字架 也没有挂一个其他东西 我相信这是有选择的 穿着一个黑衣服 宁终的表情 第三个镜头是一个 看起来卡罗金的妈妈或者外婆 人缘也不是太好 在一个人在死的时候 有多少人来去参加你的追思礼拜 也其实多多少少证明了 要么就是说你实在活得太久了 你把你的朋友亲人都已经熬死了 要么就是说 你确实没有太多的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的人 再关心你了 那画面的右侧 以墓碑为界限分割的是一个 你也不知道是真牧师 假牧师 或者是就只是一个这种殡葬之家 这种服务的这种一个employee 一个职员去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口中喃喃有词 但是我们什么都听不清楚 也听不到 也好像没有人去在意 这个到底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们能听到的 就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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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棺材架下去了 三个镜头讲完之后 场景一转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外景 一个房子 然后靠近开车回家 车也不是什么好车 房子也不是太大 然后这个curve上 就是这个这叫什么 倒边上的这个路间的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了 curve 反正就是说也是烂的 很显然不是什么特别精致的家庭 也好像年久失修了 就和carlojin的妈妈的身体一样 这个镜头的建立 也是为了最后要呼应 Anton Shiger从这个房子里头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会说稍微花太多的时间 去连接这样的一个印象 电影是一个视听非常微妙的在工作的东西 有的地方需要铺垫 用视觉去铺垫的一定要铺垫 这样才会不影响普通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景的流畅感 carlojin下车一摔门 同时根据噪音来去剪接 这是一个我也很喜欢的技巧 对吧 这样就非常的顺 然后向来是一个空镜头 空镜头里头 现在当carlojin还没有进到这个家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在动 大家注意到了吗 是画面的这个地方 看到吗 就是一个光影 其实是这个窗帘在被风所轻轻的吹拂的时候动 然后光线随着它而变化 整个这个环境是一个建立的非常平稳的 几乎有一点点像小金的那种镜头了 head on 直接就是说垂直的 所有的线条竖直都是垂垂地的 然后平的都是直直的 环境非常的整洁 一种好像很有序的 然后生前来人的这种品位 他在乎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生活环境装修的还不错 很干净 然后有这么一些东西 可能是稍微可以注意一下的 就是说有几个狗 狗狗的这样的一个淘气 一种装饰品 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聊过更详细的一部电影 其实是柯恩兄弟的电影一部 我认为更伟大的电影是 冰雪豹 Fargo Fargo的第二三集第二集还是第三集讲到 就是说很坏的主人公 他的家庭里头有非常多的这种猪的这种小陶瓷的装饰品 肯定是一个故意放在那里头去表达一些意义的 我觉得那期我讲的还不错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仔细看一下我对Fargo的解读 我相信你会觉得非常entertaining挺有意思 然后也挺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他这个房间里头 等一下卡罗靖进来之后 他很累了 然后他想坐一下歇一下 在小说里头这地方写的说 卡罗靖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他整天都没有想哭的感觉 因为一直在忙这个葬礼的事情 然后回到家之后 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哭了 然后他说哦妈妈 这是一个很精细的写的一个细节 我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情境的话 你会感受到迟迟而来的这种心痛这种伤心 因为我们当一个不管说哪怕是宠物死去的时候 你也会说为了这个事情本身要忙忙忙忙忙一阵子 那种忙碌感会会把你的一些非常深层次的情绪暂时能够遮盖住 但是当一切忙完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的觉得说 我突然想起来很多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那个事情是非常让人觉得感伤 那个感伤还不只是因为你和那个宠物或者家人的关系 而是你在感伤一种时间的流逝 我们本身存在的这种神秘性 你真的不知道他这个死去的生命去哪里 然后你同时在想我又会去哪里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这些这样的时日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沉思的 你看Carol Jean的背景后面确实也是再一次 才强调一个贵妇传的一个小陶瓷 然后同时Carol Jean在低眼垂眉的时候 他开始眼睛开始有变化 在镜头上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眼睛的变化 这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新的信息的一个揭露的一种方法 然后方便我们去连接 就是我们就马上就会好奇他在看什么 那下一个镜头的连接 就是这个电影里头无处不在的风了 我们听听这个声音吧 这是一个主观的镜头吗 对不对 Carol Jean看着 我跟大家可能提过很多次了 风在传道书里头经常被提到 甚至说风这个词本身在希伯来文里头 它好几个意思 风首先Ruach这个词本身 它是有风的意思 也有人的气息 呼吸 这就是人的呼吸 它代表了一种好像人的这种生命的律动 然后它同时还能够代表人的灵 或者说不是人的灵 它就是一种灵 一个spirit 这个精神你可以说 这个精神有的可能 你说我自己的精神 还有一种外在的精神 你要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把它叫邪灵 对不对 如果是好的话 我们叫它圣灵 Holy Spirit 还是一个evil spirit 它都是一个spirit 是一个你看不见的 但是它同时在运动的东西 这个镜头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禅宗的时候 禅宗的最著名的一个梗 不就是也是在说 就是说六祖对吧 惠能说有人问说 这个旗杆是不是惠能 我忘记了 就说看到旗杆上的旗在动 在被风吹 然后就问说这是旗动还是风动 对不对 然后最后这个禅师 以看似大聪明的方式 也不是风动 也不是启动 是你的心在动 听起来好像不明觉历 但是实际上 它的道理其实和 可能会和很古老的这些智慧 是相通的地方 是在于说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东西 是在我们的 不管是说内心的真相 还是世界的真相 它是在持续的运动 而且这个运动不是我们能够掌握 也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我们只能通过外化的东西 就是这个窗帘 或者是刚才讲的旗 去感受到它的这种存在 这个东西本身又和传道书的那句话 就是说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的捕风是有关系 因为捕风其实是从 chased after wind 就是在风后面追逐 你好像想抓住那个风 我们总是想能够人 总是希望能够抓住一些 自己能够抓住的东西 对吧 无论是健康也好 亲情 友情 爱情 孩子 财富 各种各样职场的东西 哪怕说做个自媒体 我要抓住我的观众 对吧 抓住我的粉丝 都是觉得说 我要抓抓抓 我要去捕风 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是说 你可以暂时的抓得到 但是它eventually 它最终全部都会失去 离你而去的 然后因为你也要离这个世界而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种 你后来仔细想一想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忙忙碌碌 干什么的对吧 既然这些事情最后都不会有一个 我能够希望它达到的结果 那我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最重要想想的那个问题 其实不是自己 你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而且它也不应该 那你围着谁转呢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服务呢 对吧 那个是那个真问题 卡罗金也后来来到自己的睡房的时候 门是虚掩着的 然后通过门的缝 我们看到镜头建立给我们的是说 床上的脚上看起来握着像是一只猫 对不对 刚才我们看到是一条狗或者几条狗 现在是一只猫 然后卡罗金推门 通过门的这种reveal reveal 就是安藤史哥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头 那这个猫和狗 我大家还想到就是说 在之前其实这个电影里头 猫和狗也都出现过 对不对 狗呢出现的还挺多的 在这个墨西哥独销交易现场 就有一条死狗 当时贝尔警长的那个手下来说 they even shot the dog 他们连狗都杀呀 这太坏了吧 然后荒漠里头 当时卢艾伦在望远镜里看到一条受伤的狗 瘸着腿就逃脱了 然后远离这个最恶的人类世界吧 然后也有一条恶狗在为恶人 或者是也追这个卢艾伦 才记得在那冰冷的河水当中 最后被卢艾伦一枪撂倒 那猫呢 在这个雄鹰旅馆 安当时贝尔在准备杀 追杀卢艾伦的时候 也是一只小黄猫 人家好好的只是吃个奶 对不对 舔一个牛奶 其实镜头语言也是在向我们暗示 安当时贝尔进来的时候 把猫可能和这个前台就一起收拾了 至少猫就跑掉了 那用这些柔弱的这些生命呢 来表现这个世界的这种harshness 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坏和无情 好像真的是天地不仁 就没有一个说真正关心这些生灵的一个存在 是这样吗 安当时贝尔在黑暗当中 然后卡罗尔进进来 他说的几句话 我就不重复了 他基本上他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 可能我也有错 因为实际上罗艾伦也给了他一笔钱 在小说里写的大概是7000块钱给他留了 你说也是奇怪 为什么罗艾伦不能多留一些钱 还非得扛着这箱钱和他分离呢 罗艾伦也把这笔钱都花了 他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讲说 是我没 我知道这个事总是要找到我头上来了 拿了别人的钱 拿人的手短 总是要有一个结果 但是我现在钱也没有了 而且我刚把我妈埋葬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葬葬费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钱 这个葬葬费在美国还是挺贵的 也还没有还 安藏师哥说了一句非常冷酷的话 他说I wouldn't worry about it 我记得小说里头讲的是说 你不需要再担心这个了 那样说也是非常冰冷的 就是说你都自己可能都活不过今天了 所以你担心别人的 你担心欠别人的钱干嘛呢 对不对 直接就把这个结局就显示给卡洛进了 那卡洛进你可能会问了说他为什么不跑呢 你按道理他他在角落里头 对不对 你上来你扭头看一个陌生人 你跑不就完了 我相信这个小说也好 电影也好 想告诉我们就是说 首先这表现了一种疲惫感 就是有时候你都不想跑了 你生命中你想想你遇到的这些事情 你有时候觉得说就这样吧 你想想卡洛进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他的丈夫拿着一笔钱 然后最后还是死了 他知道他丈夫被人打死了 然后他的妈得癌症的 虽然他们也是关系有很多的冲突吧 他妈也天天说你这个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婚姻 但是那毕竟是他妈呀 嘴碎的老太太也离开了 然后就在这么一当家 然后还有冤家早上你来 你也是觉得说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个可能电影里头没有表现的 在小说里头讲的是说 当地的新闻媒体把罗亚冷的死讯报告的时候 就多多少少暗示了 好像罗亚冷和当时和他一起死的女生 一个小女生在小说里头 很年轻不到18岁的一个非常underage的一个teenager 然后就说他们可能是有关系 反正这个关系是非常暧昧的 然后卡罗进就会认为 就是说其实他丈夫死跟他的丈夫的不忠 这个事情可能是可以能够划上等号的 你说这个事情对一个小寡妇来说 是一个多重的打击 也就是说他们失去的不只是说 这个他丈夫这个人 而且很可能失去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整个的婚姻都是一种骗局 他的整个的人生所有能够支撑他信念 能够活着的信念全部都坍塌了 所以他可能是求生欲望没有那么强 另外大家就说如果只是看电影头选的这几句话 你可以看到就说他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想到 就说我就只是欠你们7000块钱 你至不至于要把我杀死了 对不对 但是在安当喜哥说到这句话之后 说I wouldn't worry about it的时候 可能卡罗靖才知道说原来他还不只是要钱 还要要我命 这一段话 我要跟大家讲完电影之后的分析 我好好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认为原著比他精彩的多 然后比他当然长很多 关键是说整个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和上一场戏里头 贝尔警长去找Alice 然后柯恩兄弟把这个 上帝没有进入我的人生的这个话 本来是Alice说的 然后把他硬压到贝尔警长嘴里头说出来 我就觉得完完全全改变了原著 希望能够表达那个意思 蛮拧 这个是错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最错的地方是说 把最精彩的一些安当喜哥的一些 哲理哲丝般的输出全部都拿掉了 为了电影可以理解 但是他把这个信息同时完完全全抹去 我觉得非常可惜 等一下跟大家讲这个 OK 安当喜哥的这个设置和书中也不太一样 但是从镜头上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很美的镜头 对不对 actually这个是一个非常ugly的镜头 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的缘故在于 他非常好的表明了这样的一种 这旁边都是光源 左边右边都是光源 在这个床上也是有反光 这边小table上也是有 可能最黑暗的这个地方 也不够让他能够完完全全坐着 但是他强行的挤入了这样的一个黑暗 光明围绕着他 而他就要待在黑暗里头 这就是圣经新约上那句话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或者是不明白 不晓得光 他不知道到底好是什么 反过头来 给了卡罗进一个中景特写 中景广角 不算是特别广的广角 然后整个这个房间 我们再看 再一次出现这个狗的形象 就是说你们圈养的狗 和之前你们看到那些狗的差别 你的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之间的这种铜钩 是多么多么大 然后这么简陋的一个梳妆台 卡罗进自己的房间 他平时的时候是对镜书花黄 现在没有再精神去看自己 那种镜中的模糊的脸了 他被子坐在自己的这个小椅子上 开始了一个真正关于生死的对话 Anton Shiger 然后再切 卡罗进的中景特写 然后他已经意识到就说 可能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事 你没有理由去伤害我 Anton Shiger说 No, but I gave my word 我是可以没有 找不到一个特别理由 只是因为你的错误 我要伤害你 其实不是你的错 Anton Shiger也同意 但是他说 因为我已经说出来这句话 他这个话的基本上的意思是说 我对着别人说出来这个话 对着你老公说出来这个话 卡罗进在这个地方不明白 是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起来我的事 我们观众知道 而卡罗进不知道 Anton Shiger就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去很模糊的 把这个事情讲了一下 感觉是说这个事情的错 错不在Anton Shiger自己 而是在于说 卢艾伦说 因为你丈夫 当时为了他能够 取一种虚假的也好 或者是说自大的一种正义感 或者说对自己能力的一种错误的评估呢 他不愿意臣服在我的面前 我当时跟他说的是说 你把钱拿过来 我还是要杀你的 但是你把钱拿过来 你是肯定死 但是我至少不杀你太太啊 这是他当时开的条件 当然是一个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条件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条件 这不是一个很经典那种魔鬼的交易 对吧 魔鬼的交易一般来讲 至少说给你一个看起来 好像还挺fancy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你只要拜倒在我的脚前 就荣华富贵 对吧 你把你的灵魂卖给我就好了 那这个耶稣受魔鬼试探 那个其实也都是一些有虚幻的 但是听起来非常好的东西 对吧 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 只要你跪拜在我这 你从这跳下去 反正天使会保护你 你赶快就 你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你可以 你不是饿了吗 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吃了吗 所有这些终极试探 其实就是说看起来还是都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appearance 但是安当时一个给给罗艾伦开的那些条件 普通人也没有办法接受 这是他好像故意不需要去让你去接受我的条件 我就是要把你推下悬崖 然后他安当时一个在这个地方很显然是说要 不仅仅在肉体上消灭你 而且我要在精神上狠狠的刺痛你 我要杀死你心中所有的美好 这其实恰恰是整个小说的那一段落 安当时一个在做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说 小说援助的精神是说 安当时一个在这个时候真正显出了 作为一个魔鬼本质的这样的一个 和上帝的道对着干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是要完完全全摧毁卡罗尽的信仰 就是信心或者是就是faith 因为他在里头多处用的 就是说你 你是不是现在信心有点动摇了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仔细的想 安当时一个在这个故事里头扮演的 就是一个拙劣的模仿上帝的魔鬼的形象 他的所有的目标 其实都是为了学习 他不是学习 甚至我找不到这个词 就是拙劣的模仿 我就这么说 但是我们先回到电影 把这个电影说完 这个电影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可说 镜头语言也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正反达 表演是非常精确的 是非常好的 卡罗尽在这个地方和小说里头 表现了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种坚定 在这个地方 他说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这句话其实是柯恩兄弟加给卡罗尽嘴里头的 是为了呼应 之前卡罗尔森·威尔斯在被安当时一个威胁 要杀死他的时候说那句话的一种重复 这种重复为了让观众能够想象到 就说啊 他前前后其实都要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主题 我要在这进行一个呼应 但实际上在小说里头 安当时个儿说啊 他们总是在死之前就是要说这些东西 然后卡罗尽还在那问说他们说什么了 然后安当时个儿说他们都说你不必这样做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然后卡罗尽说you don't 他只是说you don't 后面这句话被柯恩兄弟pick up 但是后来安当时个儿说你看你也说这样的话 卡罗尽说我没有说这个话 我根本这是你之前说的话 所以他辩论和里头的动态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what do they say they say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然后you don't是小说里头讲的 然后开始投硬币的 又再一次和安当时个儿之前给加油店的老头的treatment是一样的 对吧 来我让所谓的一个随机的机会 或者是我们看不到的命运来去决定你的命运 然后这是我能够offer 然后他在小说里头进行了一大段的论述 又重新说就说我和硬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吧 然后硬币和我都是同样的方式来到你这个地方来的 但是他同时主要是在讲的就是说 他说你的人生其实从一开始都已经定了 你的人生中的所有的这些转折的时候 都是你在做选择之后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已经看到你的终局了 这个硬币只是说他要去给你去揭晓你的命运的终局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意志 而是说命运本身或者是混乱本身的意志 而我只是作为一个混乱的一个代言人 去行使这样的一个本来已经存在的规则 这个本身是对上帝的道的一种mockery 就是说你看看你做的这个事情 看起来没有道理 所以我就按照你那个看起来最没有道理的那一面呢 去按照那个去行事 那是我成为我的原则 而且我同时在挑战你的权威 那这个地方改编就是说 直接把最后的一句话说 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疯子 这个和和哈尔森威尔斯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是吧 我觉得是一个讨好式的改变 就是让观众说啊 只是认为就说他是疯人而已 但是我觉得援助真的是用他来去代表这样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邪恶 最大的邪恶其实不是一个疯子呀 大家要知道其实魔鬼不是一个疯子呀 魔鬼是非常理性的呀 魔鬼是精于计算的呀 魔鬼怎么能是疯子呢 对吧魔鬼devil knows what he's doing 他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甚至是有自己的计划的 我觉得这个改编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说后来卡罗进说的下面一句话 I knowed 他现在都不是I knew 而是I knowed exactly what was installed for me What was installed for me 这个就是说 我知道给我留下的结局是什么 我知道前面什么东西在等着我 就像那个 我记得是提摩泰前书外后书的时候 圣经上的使徒保罗讲的说 我知道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 我知道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他讲的就是说 当他自己走完这个地上的日路之后 有一个东西在等着他 这叫in store for me OK 那是有个什么东西在为我存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唯一的一次给了 不是就从从这个时候开始镜头给了安堂什格尔一个特写 这个就直接进入周遭的环境全然的大黑暗 然后就好像只有他的这样的一个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黑暗之中的声音 他在诱惑他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终极的诱惑啊 就是说啊 你你就就就犯吧 你你请你在这样的一个随机和混乱当中认清这就是现实 如果这就是现实的话你就应该去这样做出来你理性的选择 你就去猜我投出来这个硬币 那也就是说最终你终于跪拜在我面前 你开始敬拜魔鬼而不是上帝了吗 所以他这个地方显得是格外的兴奋的 他每一次他讲的这个call it的时候都非常的兴奋 在小说里头 这个地方卡罗进的第一个回话不是说no 而是他说God forbid me to do so 好像是那个话 我看看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必须得找到那个原话 我看看 I got it make no sense sorry I'm sorry and to kill me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我怎么一下子找不到 OK找到了 卡罗进说 God would not want me to do that And now是一个说 你来你猜吧 卡罗进说 上帝是 神是不愿意让我 祂是不让我去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的占卜也好 猜也好 就是用一个已经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表象 什么球签对吧 把那个龟背壳扔在地下 把那些签子看哪个先掉出来 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败偶像和交诡 然后这个也是某种程度上是 实践里头就说 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神 然后同时说不可滥用我的名 不要乱用我的名 把我的名 use my name in vain 因为基督徒也可以说 以上帝之名说上帝我拿个硬币 如果是这样就告诉我是正面 如果是那样就是反面 这也是use my name in vain 你不可以这样的去说 上帝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启示 我觉得那都是胡说八道 那是不是自己骗自己的 像卡罗进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子 德州的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女子 也没怎么上过学 他还知道说上帝不允许我这么做 然后怎么样呢 安康什格尔说 of course he would 他说怎么上帝肯定是希望你这么做的 因为他后面的道理可以怎么解释都行 就是说你不想活吗 上帝不是生命吗 上帝不会让你去希望你能够活吗 你应该想办法去救自己 you should try to save yourself call it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首先这些话全部都是错的 全部都是谎言 of course he would no 不一定 像谁跟你说 在这样的一个大是大非面前 也许上帝是宁愿让你去去拜偶像呢 然后you should try to save yourself 你人你应该人就是想办法自己救自己 the truth is 真实的情况是说人是无法自救的 如果人能够自救的话 你能够避免自己永死吗 对不对 你能够永远活着吗 然后他说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不一定啊 你怎么知道死了死死了之后就没有其他的机会了呢 对不对 所以安当许哥基本上就是在play 不高的他作为一个魔鬼在扮演上帝 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 卡罗尽就软弱了 他说heads 他就直接说正面 然后一揭晓看 tails 然后这个时候就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就是说 安当许哥说maybe it's for the best 说也许这就是你最好的结局了 这是你能够选择的最好的结局了 所以again 你不但是说丢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丢掉了自己的气节 丢掉了自己的信仰 自己对上帝的全然的顺服 你本来是说 哎呀我按道理你相信的东西 这个事情还没完呢 你怎么可以去同时说交诡 然后拜偶像 然后use his name in vain 那安当许哥多高兴 对不对 他彻彻底底的夺走了卡罗尽的信仰 然而在电影里头改掉了之后 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这个援助的精神 而是显得说卡罗尽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 而且甚至说对魔鬼本身 安当许哥尔进行了一个伤害和侮辱 当然我说演得很好 这样改变有没有 可不可以可以说 这是毕竟是他们自己的电影作品 他们不需要完全服从于援助 我只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更喜欢援助的那样的一种表达的真实的真实性 Ianna gonna call it 她一边是非常非常害怕 一边她一定是被某种东西所能够支撑的 才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勇逸的选择 对不对 那在电影上的解释 镜头反打过来 然后安当许哥在这个地方表现了一种 觉得不可思议 可能就是说她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居然还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听我的 所以她很不耐烦 第二次的声音明显和第一次不一样 对吧 这句话就是卡罗进的一个辩论 说这个其实不是说铜板决定的 而是你决定的 安当许哥说 硬币怎么来这儿的 我也是怎么来这儿的 然后他甚至讲到了一个 在书里头讲到 就是说 所有的common的一个destination 就是共同的你也可以说 或者一般性的 如果大家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的道路也都是差不多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知道自己的渺小 我也是那个被造之物 魔鬼是上帝的创造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他自己凭空 是一个石猴子出来 也是被创造的之物 只是他选择了堕落 他知道自己的被造之物的属性 和那个coin和那个硬币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自己其实在内心里头 既是骄傲的 又是自卑的 这和我们人是很像的 一般来讲 那个骄傲的人 同时他有深深的自卑 这两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所以魔鬼也是这样的 他居然把自己看成 就说我的这个命运 就像那个我的这样的一个 邪灵和风一样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就就这么被吹过来 或者我自己就这么来了 这是一个全然的不负责任 和看清自己 同时他也看清上帝的一个做法 然后影片就结束到这儿了 没有去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 最后我让大家听听 这个地方声音先捅进来的是什么 这个声音当然是说设计的 就故意有一点点像 之前棺材下葬的时候 那个脚链 上中为谁而明 对不对 你刚才看见了是说一个 That's vanity 这都是虚空 然后虚空之后 紧接了下葬的镜头 接的也很妙 对不对从Alice的房间一句话 直接接到人的中在地上的中局 然后在这个地方又用这样的声音 去foreshadow 就是说预埋之后 Anton Shiger这样的一个下场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然而这当然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很多影迷津津津乐道的 这样的一个暗示 不告诉你 不在荧幕上直接给你结果 而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看鞋的方式 根据他之前杀害卡尔森威尔斯 以及在汽车旅馆 每一次要脱袜子 他的这种洁癖 来去告诉大家 这个血已经流了 流 blood has been shed Jerry 这又是冰雪豹那个梗 OK 他残忍的杀害了卡洛进了 而且是如此的平静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讲到这儿 我想跟大家好好讲一下 我觉得原著上 为什么 他是到底是怎么样 让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 Anton Shiger是拙劣的模仿上帝的恶魔呢 他在这个进去之后 跟卡洛进在讲 刚才电影头讲到 就说but I gave my word to your husband 那个地方说 他说其实原著在讲的说 我们要尊重死者 他跟卡洛进讲的说 我们要尊重死者 我们跟死者讲的这些话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毁约呀 然后他卡洛进说 但是他已经死了呀 然后Anton Shiger说 but my word is not dead 这句话实在是说的 写得太好了 他说 但是我的话还没有死 你知道这是一个绝对的 是对上帝的一种拙劣的模仿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通过说话来去创造 他说的就是真的 所以他就能够创造 然后同时因为耶稣 在约翰福音的最前头写的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个道或者话语的 大写的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这个话是跟上帝在一起的 the word was God 这话就是上帝本身 然后在圣经的西伯来书新约里头讲到 就是说他讲到这个话 我要给大家念一下 他说这是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他说神的道 就是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and active 上帝的话语 是不但是活着的 而且是积极的 在主动的仍然在去 做自己的工作 或者仍然在有效的 去维持这个世界的 是living and active 那这个地方 安当什格尔说的 他不敢用那个 my word is a living is living word 他是说的是说 but my word is not dead 好像你自己说出来 这个话也不会死 可以眷勇的存留到永远一样 这是对上帝的那种权柄 他的authority 他的那种power的一种羡慕 嫉妒恨 就是哎呀 我说出来的话就要立着 一直立着 他是不会死 至少我不让他死 他就不会死 而上帝的宣告是什么呢 耶稣的宣告是说 我的话到天地都会废去 然后我的话却一笔一话都不会废去 基本上是这意思 不是原话 就是我说的从来都不会落空 而且我说的就只有真的 这是 again 这是一个终极真善美的一个问题 那安当什格尔还曾经说了一个 就是说他跟卡拉靖说 说我们为什么要尊重这个和死者的这个话 除了我的话还没有死之外呢 他还说了一句话说 Even a non-believer might find it useful to model himself of God 他说即使是对于一个不相信的人来讲 卡拉靖是一个believer 卡拉靖是有信仰的 他是经常说 Oh God Oh God 然后说God去让我怎么怎么样 他说自己 其实就是even对他自己的一个non-believer 已经不再跟随上帝的一个恶魔来讲 Might find it useful 就是也会觉得有用 怎么做有用呢 model用的这个是model model就是说一个表面化的复制复刻 它是这个鼠标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把这个model自己弄了一个模子 我自己也从了这个样子 model himself of the God but他不是一个效法上帝的作为 不是说我学习上帝的作为 而是说我简单的拙劣的模仿上帝 他认为就说既然上帝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看到他的权柄 他的能力所在了 但是我同时不相信他 我只需要把他的表面化的东西学一学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 find it useful 什么东西叫useful 是对我有用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真善美的 而是对我有用 我就是这么做 因为我要自我中心 为我自己好就行了 我管你其他的 所以我只需要model after God 这是那个他作为魔鬼的 那个真正本质的那一面 开始凸显的时候 然后卡洛进在讲这个 哎呀 上帝不让我去这么去猜硬币 最后他还是猜了嘛 对不对 安藤学校给了他一句 特别特别狠的评价 他说you suffered a loss of faith 这东西就叫 在伤口上撒盐呀 add insult to injury 在你 我已经 让你自己投出来你的死绝之后 我还要嘲笑你 你看看你丢失了你的信仰了 you suffered a loss of faith 这是他真正想击败的地方 这是他为什么要去付出额外的努力 来到这个地方想赢的那个东西 你想想他来这个地方不为钱 也不是说杀这么一个人就多好玩 因为其实他想杀比他卡洛进 束手无策无力的人多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费这么大劲 找到这个地址 把他堵在这儿 他要证明自己 他想所谓的model after God 也就是说我虽然是个魔鬼 但是我说出去的话 我也想办法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全部让他实现 这样才能显得我很能干呢 这样才是显得我model after God 这是那个魔鬼最顽固 最愚昧 最邪恶的地方 是说他不知道自己的那一点点小聪明 只是给他进行自己不断的自我伤害 以及对别人的这种伤害 然后他说 你 他让这个卡洛进跟他讲一些 所谓的你要跟我讲讲 你现在怎么想 卡洛进说跟谁讲 然后安藤士哥说 I'm the only one here 你不需要祷告啊 不需要跟其他人 那些人都帮不了你 I'm the only one 我就是那个the one 这话就是明显的 魔鬼的表现 然后还有一个说 你也不要觉得说我是一个坏蛋 所以我对你造成这个伤害 你就会觉得更害怕 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难解 他叫 You shouldn't be more frightened to die because you think I'm a bad person 他后面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知道你看起来可能我和上帝的区别 在于说我是那个邪恶 他是那个好的 但是我实际上告诉你的 反正你也是要死的 现在上帝也不会直接就干预 你在地上的这个生死 你还是被交在我手上了 那你怎么死 其实也许你怎么不愿他呢 你怎么不愿是上帝没有拯救你呢 所以你死在我手上你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害怕的 因为你不死在我手上 你也可能会死在上帝手上 你那个就不怕了吗 所以这是个狡辩中的狡辩 这是一个坏到极处的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他叫恶魔 他是那个源头的那个手恶 对吧 他是最大的那个恶 就是坏在这了 他要从起初就是说谎和杀人的 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和杀人的 看是不是完完全全符合这个论书呢 然后最后一个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到 就是上帝不让我这么去选 然后安藤西哥在这个小说里头用折人般的方式 你听起来其实蛮有道理的 我跟你说最厉害的那些坏的地方都是伪善的 就是说他一定听起来是说 似是而非 然后你还觉得说很有道理 但是就是因为他往真理里头掺了沙子了 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对好像是 但是你觉得那个东西对很可能 不是因为那个还剩余的那个真理 而是你被诱惑了 听了那些谎言了 所以有时候我不是开玩笑吗 我说既然大家很愿意往真理里头掺沙子 那我不如往沙子里头也掺点真理 有时候以我的非常粗浅的一个对真理的了解 OK我们就继续聊电影吧 还应该还有点时间 然后感觉安当时一个又回复了瓶颈是吧 他从刚才的一个韵怒当中 可能没有在电影里头没有得到他真正想得到的东西 但是在小说里头他绝对是心意达到了完全的满足 对吧 他杀害了 然后按照他的方式杀害了 然后在杀害之前把对方在灵魂上杀害和侮辱了一下 这是他觉得最满足的地方 然后当时他出来的时候 其实小说里头也是晚上 OK 这个平静的开车的场面 主要是为了也是改变他的眼线 通过眼睛的变化 我们才能够愿意知道下一个镜头是什么 连接非常好 一个画面中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就是交通灯 对不对 从一个红色然后变成绿色 一切都很顺利 对不对 然后他也看了看后视镜 后视镜里头从这个他眼睛开始晃 变动的时候 同时镜头里头两个小孩骑的车入镜 这挺精细的吧 对吧 至少就说他是需要一些规划的 哪那么简单 那么容易就能拍到刚好 往这边看 然后你们入镜 对吧 反正就是连得很好 然后他从后面在后视镜里头看到两个少年 然后声音再次出现 再一次紧迫感 那种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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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又来了 当然这个镜头要表现的和之前 大家注意到这个镜头重新建立的时候 两个少年从画面的右边不是进来吗 对不对 已经开始foreshadow这样的一个后面要出现的事情 然后同时在后视镜的这个除了连接安当许个儿的主观视角之外呢 也会让观众看到就说这两个孩子 你会觉得这个镜头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一个德州的乡村这种suburban或者rural的地方 乡下或者近郊的地方 人又这么稀少 然后孩子们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生活 特别的简单 也很无聊 两个追风少年 对不对 这是innocence 这是一个无辜的 还没有被邪恶所沾染的状态 这几乎就是说在 对不起 几乎就是在伊甸园里头 亚当夏娃的这种状态 对吧 然后恶魔看一看 我今天要不要找他的事 你看看他的这个手的姿势 真的挺有意思的 这个设计 这么狠 这么样抓方向盘 谁这么抓方向盘 你开车需要那么intense吗 姑且饶过他们 对吧 然后再一次强调 这个灯是绿色的灯 其实这个时间是从电影的长度上有所拉伸 对不对 这很显然都已经过了一半的十字路口了 然后这个镜头再换一个角度 就是为了要拉伸这样的一个moment 然后使得最后被冲撞的节奏感觉更加的突然 这里头当然就是剪辑的魔法 用了三个镜头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车祸现场 一个俯拍的 这个是以滑轨上的 从左到右滑轨 然后顶拍之后 再从右到左 因为要去强调这个Anton Shiger 从这个车里头出来的这一面 然后再连接这个Anton Shiger 走到这个curve上坐下 坐在草坯上 我是觉得 这个摄影师Roger Dickens 一般不轻易炫技 但是他镜头的运动通常来讲都还是挺make sense的 就是说他确实是为了去信息怎么去review 去怎么去烘托这个情绪去服务的 这是我在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中国电影 那真的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甚至运动本身是妨碍那个情绪的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少年们 无辜的少年们来了之后 其实这个地方和书里头就比较像 书里头写的也非常的短 我觉得这个地方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Anton Shiger这个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去建立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蹊跷 有可能是克恩兄弟刻意去介绍设计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之间的不同 以及他们因为最后分钱的这种不同的态度 那总体来讲就是说左边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热心的 他是一个更加的innocent的一个人 他更加的简单 他更愿意去帮助别人 而右边的这孩子就比较自私 也比较胆怯 然后比较爱说风凉话 同时不愿意付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场戏跟当时 Luelan在穿越美墨边境的时候 要衣服和啤酒那个东西有一点点呼应 对不对 当时我说有一个梗 可能跟大家在这讲一讲 从眼线来讲 OK 先是右边的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 说你这个东西 你的这个受伤了 你这首先这个搭杀的这个搭扇的这个话 是一句废话 这也是在人家伤口上撒盐 你没有做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 那难道安当时克自己看不到他的骨裂了吗 骨头已经刺出自己的皮肤来了吗 刚才的镜头已经讲了 你看安当时克自己看到了好吧 然后你还要再去只是说提醒 你没有说是说说点有用的话 哪怕安慰他一下 说先生你这个你不要担心什么的 而且他是说你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 这就是科恩兄弟的这个设计 为了表达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混蛋的一个孩子 熊孩子 然后我们看安当时克这个时候 如果是说这个眼线对的是刚才跟他说话 那个人的方向 大家记住 他应该是和这个右边的在说话 对不对 然后后来左边的开始说话 他就说的就比较有用了 他就说你不要着急 其实一个安慰性的话语 就说你已经有人报警了 你看这个时候安当时克的眼线 其实是有一点点变化了 OK 然后这是这是看的左边的人 现在这是看右边的人 这个右边的这小孩继续说了一个啥 再一次撒一波盐还不够 再撒一波盐 哎你你那骨头粗菜了 这是个第二次说的同样的话 这孩子你说是不是挺讨厌的 这是柯恩兄弟绝对是故意设计的 然后从这个眼线来讲 其实现在安当时克看的是 比较讨厌的这个孩子 因为他说完话 他很自然的镜头语言 接的是说他跟右边的熊孩子说话 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外套 因为T恤也是Shirt OK 这个不一定就说因为他是Shirt 所以他这个就不是Shirt 安当时克也可以直接对着 你把你那个上衣给我脱下来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吗 再接过来的时候 这孩子呢 直接就看了这个左边这孩子 你说你不能去帮助他吗 他其实第一反应就是说 我不愿意帮你啊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有钱呢 对不对 我万一少一件衣服怎么办呢 所以他不想承担这个句话 不想接 然后镜头是说 他看了一下旁边的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虽然说 安当时克不是对着他说话 而是他只是出于纯粹的自己的一个好意 他心中的这个善让他就说 我是有衣服的 然后他就开始脱这个衣服 而镜头再切回来的时候呢 安当时克尔其实是还是在看着右边那熊孩子呀 他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啊 就是说也许在安当时克尔看起来 这两个人的好和坏 相对的好和坏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是那个 他自己是那个坏的嘛 他自己首先像他那个同类比较坏的那个发出球员 然后他比较坏这同类呢 就没有搭产 而是留了一个比较 他觉得哎 这个是你们这个善也不够很善 但是怎么就是那个比较善的人能够帮助我呢 还有一点点失望 这孩子进一步就说 我甚至都不需要要钱 我就直接给你吧 因为如果你需要的话 那安当时克还是拿了钱要给他 那这个孩子在这儿 看着这个钱就已经有一点点流口水了 然后他第三次继续 没有任何怜悯的是 Look at that fucking bone 还加了一个fucking bone 这两次啊 见了人家伤者 哎你你你那骨头都出来了 过一会儿 哎你那骨头出来了 你听我说了吗 然后你看看你他妈骨头都出来了 你说你你你 你说这样的孩子 你是不是在生活中就特别想掐死呢 是吧 然后安当时克最终 我觉得他希望谁能够帮他呢 还是跟那个右边的孩子说 哎你光说我骨头了 你也帮帮我呗是吧 但是你怎么能够就说恶魔 你怎么能够从你所培养下来的门下的走狗那里 得到任何的帮助呢 那你不是自己defeat your purpose了吗 你就是教唆人行恶的呀 你如今这个恶果已经在世界上显明出来了 你居然在自己希望能够为你自己所谓的useful的这个东西服务的时候 你去找你那些培养出来的同类有骂用啊 所以再给你个机会 我知道你一直在那说我的骨头fucking bone 你帮我绑一下呗 你看这孩子还在看 就是跟你说呢 这左边这孩子跟你说呢 绑呀 你看这这熊孩子说 得得得我你绑吧 对不对 我我怎么可能这傻逼 对不对 对不起抱了出口 说他他妈他骨头都出来了 我帮他对不对 你帮吧 对不对 你看这孩子衣服也没了 还得自己帮帮呗 对不对 其实安汤许哥也挺失望的 原来我能够培养出来的就是这些徒子徒孙 也是挺失望的 所以他再次看了一眼 你看这个眼线很显然是看右边这熊孩子的 看这熊孩子 熊孩子的反应是啥了 哎呀 你是不是挺厉害 你别整我 他最最出来一下 就是我得得得我我也甭说这个又发肯本啊 你就你他妈的骨头的这事 我知道我没帮你 但是你现在不也是虎落平洋吗 对不对 行 然后安汤许哥把自己的胳膊扔到这个简单的这个绷带里头去 然后给他钱 这个奖赏给谁了呢 他其实特别想给这右边的坏人 是不是咱俩是同类啊 我给你钱哎 但是这个小孩可能还没有良心 没有完全明灭 还不好意思接 对不对 结果就是说这孩子 好 左边这个还比较不错的孩子吧 就说哎呀 我想当然想拿 谁不想拿这个钱 但是他说 哎呀 Help mister Look I don't mind helping someone out 我帮人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人吗 但是还是 还是拿了哈 拿了 也是不是说为了刚才这个事情拿的 看到这话了吗 Take it and you didn't see me 原来这个钱不是为了去奖励这个左边比较好的人的这个善心善意这个真善美魔鬼怎么可能去奖励你一个真善美呢 我是说我这是给你的风口费你刚才给我的好好心肝我全都当成驴肝费 我可能还是心里头觉得说你旁边那个熊孩子应该是以后你就会成为的样子吗 所以我要用钱其实是腐蚀你不要说真话 我可以拿着 你知道这个地方的改变我是非常阿门的 这个很细心的观察 这是柯恩兄弟最厉害的地方 大家我在冰雪豹里无数个这样的细节要告诉你 这后面是有想法的 这个是absolutely有这个想法 看他这个眼神对吧 这个东西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奖励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坏人当他给别人所谓恩惠的时候 你别觉得他是因为出于自己的善意 而是完完全全他是一种控制一种毁坏的行为 你觉得钱给你钱就都是好人吗 想一想这道理啊 得这事基本上他出镜之后 这戏就都在这俩小孩身上了 对不对 这是这场戏的核心 这是柯恩兄弟最厉害的是运用新的演员 给你一个新的短片的机会 然后去让你体会体会 人的内心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但这个钱是有腐蚀作用的 而且在小孩拿到的瞬间之后 当他和魔鬼做了这个交易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这个这个戏没完 他们两个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他俩之间进行分裂的一个诱惑 OK 这小孩的眼睛盯的是他的钱 魔鬼走了 魔鬼不知道去何处去了 他如狮子在地上行走行走 到处寻找可吞食之人 这是圣经上的原话 魔鬼在地上到处行走 寻找可吞食之人 这两个小孩你可以说 就简简单单这样的一个遭遇 已经被他污染和吞食了 他们的身上的一些美善 被这个王八蛋带走了 然后这两个人开始讨论 说Hey You know part of that's mine right 这是这个刚才的左边 现在刚才的右边 现在左边的这个熊孩子说的话 说你知道这个你拿到钱 其中有一部分 他没敢说是一半 这个翻译的是错的 至少我应该也有份吧 那意思的就是说 然后伸手就要去拿了 你知道吗 你按道理你说你只有有份 你怎么能够上手去拿呢 你这拿过去不都成了你的了吗 对不对 他就要去拿 然后当然光绑子的小孩也很警惕 去他妈的吧 对吧 你至少还 You still got your damn shirt 你还至少有个衣服了 对不对 然后画外印 这个时候他俩就已经出话了 我们就只看到 恶魔一个人孤零零的走了 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了 这两个人已经是再次回到 那个邪恶的世界里头 在他的计划当中 堕落了 那个熊孩子说 他刚才给你这个衬衫 给你的这个钱 又不是为了你的衬衫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点题的一句话 非常非常点题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之外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奖励你的善行的 而是为了去 去收买你的 是为了让你去说谎的 让人学坏 也是需要偶尔付出一点点的 小小的恩惠的 对不对 他说了 这个孩子真的把这个地方给争相了 他不是为了衬衫给你的钱 可能很多人会很 很幼稚的 或者很简单的去那么解读 就是说 他是为了你的善行给你的钱 不是为了你那个衬衫本身 而是因为你刚才给他的这种帮助 你再想一想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那个熊孩子 你就have no part in this OK 因为你刚才屁忙都没有帮 你没有任何的善意 你怎么会觉得有份呢 没有 是因为他觉得说 咱俩不都是在这个 要不要告密的这个事情上 是同伙吗 所以我对这个钱的部分 是有所主权的 他已经把自己放在 那个混蛋的角度上去了 你知道吗 就说 这两个熊一个好孩子 一个坏孩子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圣经上叙事的一种 或者说很多的mythology 神话里头 也都会用的这样的一个叫 twin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无论在圣经上的说 该隐和亚伯也好 以扫和雅各也好 这是什么 耶稣和魔鬼也好 都是有这样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对照的 这种文学现象 这个地方 exactly 可恩兄弟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而更精彩的是说 在这个小说里头 安当时哥走了之后 这两个小孩继续沿着这个车祸现场 在看那个车里头的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就说嘿你看到也是我看到的东西了吗 两个人突然之间觉得非常的紧张 然后他们看到了安当时哥 那个被撞的车里头有一杆枪 那枪还是一个挺大的 也算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比较容易藏 然后那个影片里头的这个熊孩子 也就是这个比较不太好不太好的这孩子 然后就去怂恿说 嘿你去拿呀 你去把那个东西拿了 那个都不属于他们 但是这个他就开始怂恿 说你去拿 你去拿 拿了这个 然后这个没穿衬衫的这孩子了 就是说 狗屁你去拿 你去拿 我连衣服都没有 我没办法拿了 也没办法藏 然后这个小说的那个场景就结束在这 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这个枪呢 在最后的一张 最后倒数第二张的时候呢 就贝尔警长接到一个电话 说是在奥克拉荷玛 还是其他的一个州 好像是路易斯安娜 还有一个地方 说那个地方找到了这个 安唐西格尔当时的那个枪 说这个这个枪的来历 最后就是查到 就是当时德州的这两个小孩 把这个枪卖给别人 然后这个暴力这样的一个邪恶 就不停的扩展传染 然后蔓延到其他非常遥远的地方 所以 We are one 我们经常说这个话 就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整体 这个话 从行而上学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真的吧 这个我们当然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互相的这样行为 话语态度都会有影响 然后安唐西格一拳一拐的走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下一次要讲的内容了 是贝尔金长的梦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解读的 如果你们已经看到这的话 恭喜你们 然后我也觉得恭喜我自己 我觉得很有收获 也很我很享受的 这样的一个业余活动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